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个老师他所擅长的意思就不一样 让每个老师 现在很多老师都不仅仅只会单一的去跳一个舞种 因为当音乐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也带出了舞蹈的发展 音乐发展到现在这个环节的时光感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听到音乐的时候 它有很多很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也不仅仅只是我当年所听的单一的Hip Hop 或者是Hip Hop的音乐 所以说在表达这些音乐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当年那些单一的舞蹈很难去表现出 或者说表现得很满 我把所有音乐的感觉要舞蹈表现出来 所以说从Michael Jensen之后 他的很多他的一些伴舞 包括后面的Martin就是JT 在时听没来的编舞老师 开始琢磨了一种比较适合舞台表演 比较随性比较帅性 结合了很多元素在于一身的表演情势 其实这个日本战士更多的是从舞台上过来 而且当年我在第一次接触到街舞的时候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的家乡 其实在杭州青岛的时候 是个比较相对闭色的小镇 那其实它对于那种外来去一些 特别是这种流行文化 是非常非常的闭色 我到了大学我才接触到街舞 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喊了这个潭流 然后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HOT 看到了什么话 然后才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地方是时尚活泼 是很年轻的 我就去学习这样的舞蹈 然后直到后面慢慢的接触到了Hip Hop 慢慢的 当时我遇到了我的齐彭老师叫杰克 然后我跟他一起学习了Hip Hop 后来我在腾里有跳Hopping的 有跳Locking的 我都有在学习 所以说我当年在打基础的时候 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都在学习Hip Hop Hopping Locking的基础 还有House 所以说这些东西对我现在的成长 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他让我学会了很多身体上不一样的感觉 有控制 有律动 有脚步上的东西 所以说到我现在当年自己的科学的时候 这些东西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因为我在06年到110年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一直是在接触House School 接触Battle 那个时候经常去参加一些补餐 去跟人家嘎服Battle 对 但是那个时候非常流行 非常流行Battle 但是我到后面我不觉得 其实我其实天步不是很好 我学习也比较晚 你再这么努力 你的身体条件 你的心天条件 可能都比不上某些已经奋斗了十几年的那些元老 因为你在进步 他们也在进步 他们的思想在进步 而你只是在技术上进步 等你技术改成它的时候 你的思想已经改成它了 所以说我是那个时候 就会有 有护理说 我这样子Battle的话 我觉得 我永远都会有一条 赤得自己的输入 后来我是经过支援巧合 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YouTube还在 YouTube还 国内还能上 然后我就在YouTube 就这样子看见舞蹈部 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看到了 像Martin 像Patrick 像Capa Mode 就是现在的Microsoft 拼甲的舞蹈部队 已经在做一些 很厉害的编排的起舞了 那个时候国外 已经在流行这样的编排起舞 都是三四十人的大型舞蹈秀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震撼 有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跳 其实感觉非常非常好的 比我一个单身符合的奋斗 其实更开心 更容易发挥我的优势 因为每一个很小的力量 随在一起 才会变成很大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现在 这就是一个中心 不会小看任何一个人 那今天讲到Urban dance 有其他区别 其实真的 很难打印很难去区别 是因为Hip-Hop 大家重点都知道 Hip-Hop的感觉 其实是律动 最方的第一位 它的Hip-Hop最特点 就是整个律动 对 然后跳POP-Hip-Hop Hip-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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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你在一支舞蹈里面 能够看到 其实现在其实很多Hip-Hop 但是它也会在自己的Solo 前方的连排里面 加入很多 Hip-Hop 控制那些Hip-Hop Hip-Hop 那么我们怎么去 区分 日本男子 这些零走 其实我觉得 相对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音乐 因为我们在区别人 在跳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去按音乐来评类 而不是看你的舞蹈本 是任何东西来评类 当你在放一首 Hip-Hop音乐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大家听到了 这个音乐的第一概念 一定是做一些律动 那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在跳Hip-Hop 你就已经把Hip-Hop 放在自己 往下去做一些 再做一些 做一些变化 当你听到了 一个方便的音乐 那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在跳方便 当年有一个 老师跟我讲过 其实 他们说说 你在用这个音乐跳舞 其实你跳的就是什么 对 就是这样的感觉 用音乐来说 因为当年 我们 其实我觉得 我 跟一些很多 国外老师也感觉过 那 其实我们 应该是有了音乐 他们就有了舞蹈 我们的舞蹈是 因为音乐的感觉 有一点的舞蹈 而不是舞蹈 而不是舞蹈 去找到了 去做的这种音乐 来迎合舞蹈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 就是只是觉得 我们听到了这个音乐 最后 我们听到了好 我们用我们的舞蹈去 控制了音乐 而不是用音乐 来控制了舞蹈 比如说 我们在 我们在听一些 一些 现在比较流行的音乐的时候 我们在做编排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就很多时候 我们就用group开始来电影它 当你用一种 Hipop音乐去 去跳舞的时候 你在编排方面 用到很多Hipop元素 去弄手 你已经在跳Hipop 那只是说 根据老师各种动作 他会在Hipop 之处上 会做一些变化 对 所以说我们在告诉 我们同学的时候 我们在跳什么舞蹈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放到他 我们今天 用的是Hipop音乐 就来跳的Hipop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一段 就叫POP音乐 我们来跳的Hipop音乐 音乐 是舞蹈的灵魂 那么其实我们在表达 一首歌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不用太多 刚开始不要太多注意 它舞蹈动作本身的东西 因为动作它只是个载体 动作里面体现的是你的力量 你的控制 你的情绪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舞蹈是相通的 在舞蹈上面 我们其实主要的是 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运用 你的手指 你的肩膀 你的头 你的胯 甚至是身体 每一个能够运用到的部位 那其实所有的舞蹈 都是在用我们的身体 在表达一些东西 那么 其实在我总结的看来 我们街舞主要的 两个东西就是 律动和力量的控制 你怎么去发这个力 你怎么去把这个律动做好 其实律动的话 不仅仅只是 说 就像大家去看hiphop一样 它其实 up down 这两个东西 它就是 不是两个动作 而是两种感觉 这个感觉包含了很多东西 你头的down 你身体的down 你手的down 它其实都是 可以用down的 对 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个律动呢 它不是说 一个固定存在的东西 它是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要在 前期的基础课上 要练什么 律动 还有你对力量的把控 对力量的把控 其实 你觉得每个人的力量 都是ok的 你去做服务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个人都可以做几个 那其实只是做多做少的问题 那就是力量大小的问题 的每个人 那其实我们在运用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呢 就会 就会 知道 我们要去 控制 我们要去 slow 我们要去 放松 我们要去 爆发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对力量的把控 所以说 力量与律动 它不是具体存在的 而是通过这个动作的载体 表现给大家的 对 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东西 所以说 然后在我们了解这个东西的基础上呢 我们通过我们以往的一些 怎么说呢 传统的练习方式 传统练习方式嘛 大家知道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都会去做热身 做拉伸 拉韧带 那这个是必需条件 所有的运动应该都会有 去做这样一个防护措施 防止大家受伤 然后我们会练到 比如说 腰的运用 腰的左右 前后 然后这样就弯腰 然后包括我们的脖子 脖子的左右 前后 头的感觉 那其实这些动作上 我们在 以这些动作为载体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一些力量上的变化 你就会能练到很多的东西 比如我们 当年一开始 跟脖子左右只有 左右 左右 会动 OK 这只是会了而已 但是我们再加上 如果加上控制练习呢 走 右 走 右 I don't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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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很多不同的表现方式 很多不同的东西 就会表达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个载体 你通过什么样的发力方式来表达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是对音乐的把握 比如说我们这首歌 你唱的是慢的 嘿嘿嘿 有个动作是嘿嘿嘿 就是通过这个动作 然后跟音乐结合 表达出不同的形式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在做编舞的时候 会问我 老师我的动作不够多怎么办 其实到处都是动作 你平时举手 在动作上的感受 我们用我们的动作 来表达这首歌 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平时 比如说我做这样一个动作 其实大家不会想到说 这个动作怎么样 而是会想到说 这个动作指的是我 诶我怎么了 这是一种意思上的表达 很直白的 人家就知道是你 我指的是你 那你们会再注意我 这个动作指的帅 还是说指的高指的低 会这样吗 不会 就跟我们跳完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去做 跟着音乐去做一些follow 或做一些感觉的时候 大家不会在意 你这个动作有多好看 而是说在意这个情景上的感觉 你在做啪啪啪 放松的时候 大家会在意是你这个感觉 不会说在意 你这个动作有多好看 对 所以说很多时候 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 并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都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在做律动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down 那我们在这个down上面 做一些变化 这是我们身体的down 配上身体的down 对 配上头的down 配上头的down 配上肩膀的down 它都是有不同的感觉出来的 所以说同一个律动 你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 它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怎么说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会带给你 我们在down的技术上 也可以加上一些力量的 一些 加上力量方面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我们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又是一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要 强调的是在动作上 进行力量的分配 而不是说我们通过 只会想到 我要表达什么样的力量 然后再去拼拼的想 这个动作 我怎么把这个力量 表达的充分 对 我们有些时候要换位思考 而且 比如说我们在 敲一首抒情的歌的时候 很多时候大家就看到 很多有些帅气的pose 但是在这些帅气的pose的 这些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大家可能往往只看到它的架子本身 它动作的本身 而忽略它很多内在的东西 这些 这些控制呢 都是从那些 像 POP 还有LOCKING你的感觉 这些控制怎么感觉来的 那其实 我们在做这些 呃 控制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 其实跟手是一体的 并不是说单独它就是 手存在 而是你在跳舞的时候 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整体 我们做手的STOP的时候 我们身体也要做 这才是一个整体 你才能让大家看到 这个停顿 啪 这是停顿 这个时候就是要身体上 全部来感知出来 包括你的这个 啪 啪 帮助身体的感觉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有很多同学问到这样 老师 你的控制是怎么练的 我怎么去练控制的 那其实这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 我也研究过很久 就是怎么去练控制 那其实我反过头来 我回想 想到 我当年练续控制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大家 其实这是练控制嘛 就是练控制 它其实本来 你告诉我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个答案 练控制 那其实我说了 控制 它其实就是对比练的嘛 它并不是说 存在于某个动作上面的 你可以通过很多动作来练控制 比如说 这就是控制 你比一个手指头 它就是控制 一 二 三 所有的stop的东西 而不是一 二 三这样软软的去做 所以说我们这个回复到很多动作上的方面 就是我们在跳舞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有个down 有个stop down 对 它就是控制 只不过我们运用这个动作来做控制 对 就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舞蹈动作这个载体 去表达你的力量 你的律动 那这个是技术方面的东西 还有就表达你的思想 表达你的情感 那这就是比较中式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要把这四个东西结合到一起 我们才能说编出一套 让我能够感觉到舒服又特别 能够欣赏到你的水平的一支舞蹈 对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desktop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有料 就请分享给身边很多有需要的朋友吧 咱们下周一再见 不要忘了 哈哈 他这个 放在手里 以及这种舞蹈 去 无聊 快